人生在世只要与人相处 难免都会出现一些磕磕碰碰 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无处宣泄的怨天尤人 还是常知己过的反攻自省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老师开讲 Lio不用怕老的Lio老师 遇事如果不能反攻自省 反而将自己的好恶全部表现出来 是不合天理的 遇事不抱怨 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人最大的愚蠢就是怨天尤人 真正优秀的人 懂得遇事不责怪于人 而有些人在遇到事情之后 经常会无意识的抱怨 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 抱怨之人心中有怨气 怨气横生周遭的气场 肯定不好 不好的气场 时时刻刻的影响着自己 让自己逐渐丧失 斗志和信念 而使人越来越不顺 所以一定要切记 千万不要抱怨 因为抱怨会带来灾害 古时候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习惯 吃早饭时不放盐 有一天早上 他的妻子往粥里面放了点盐 他吃到之后 一时气不过 就对妻子吼道 你不知道我早饭不需要放盐吗 不吃了就走了 当妻子感到委屈 与他争辩了起来 在争辩的时候 一边的孩子被吓哭了 孩子不小心把饭 撒到了他干净的衣服上 想到一会儿 他还要去拜访朋友 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 他心中更加烦躁了 他一边抱怨 一边拿着诗布 擦拭污点 怒气冲冲的出门之后 却又发现自己 要给好友带来的礼物 没有拿 如果现在赶回去 可能又发现来不及 最终只好空手到朋友家里去 在与好友交谈的同时 怎么觉得他总是满身的怨气 心中不悦 最终两个人不欢而散 丈夫心里又开始抱怨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一天 怎么所有的坏事都集中到我这里来呢 身为旁观者的我们都明白 这一切的不顺 都是由于他早上抱怨一碗饭开始的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抱怨是人们宣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 而越是抱怨 身边负能量的气场就越多 不好的气场越多就更容易抱怨 因此寻恍往复会让人无法自拔 生活不易 偶尔发发牢骚 事实的倾诉也是人之常情 但若是陷入了无休止的抱怨 满腹牢骚不能冷静 这不仅是一种悲哀 更是一种愚蠢 遇事不责备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 古语淫以责人之心责己 以素己之心素人 人在遇到事情时 如果只懂得责怪他人 不想着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只能让这事情更加的恶化 一个人唯有懂得自省 才能看清自己的错误与不足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遇事不指责 不仅会让事情更好的处理 而且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之前看过一个新闻 在新北的某个社区 高层住户家中突然起火 火势迅速的蔓延 很快的就把整个家烧得一片狼藉 也还好家中的主人发现得早 及时逃离现场 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事后屋主陈太太说 早上拿吹风机帮孩子吹床单和裤子 吹到一半 孩子哭闹不止 于是他就去帮孩子换裤子 他忘记关了这个吹风机 没想到吹风机突然的爆炸 引燃了床头的枕头 酿成了这一场火灾 丈夫回家之后 发现家中被烧得一片狼藉 又看到那个又伤心又自责的妻子 于是他就跟妻子说 不就是一间房子吗 我们重新装修就可以住新房子了 丈夫的一句话 让妻子再也忍不住 转身抱住了丈夫 而就是这么一句安慰的话 对妻子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 但是如果丈夫来去 你为什么不关掉吹风机再去找孩子呢 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了 那我娶你还有什么用啊 如果丈夫是这么说的 那这家人失去的 那就不仅仅是房子了 更是家人之间的感情 小事见人心 大事见感情 对于丈夫的安慰 大多数的朋友都纷纷表示 羡慕陈太太嫁对的人 事情已经发生了 即使在责备也于事无补 也只能徒真伤痛 为宽可以容忍 为厚可以载悟 做人欢宏大度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美德 原谅别人的错解脱自己的心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交往有时误解的时候 懂得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善良 停止对身边的人 合适的指责 修一颗宽容之心 养一张宽容之嘴 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顺利 自省方能成就一切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遇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 要懂得反攻自省 从自身出发去找问题 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而时时刻刻都懂得自省的人 我相信在事业的成就上 也不会太差 在一个军队里 来了一批新的士兵 按规定 军队里必须给每一个士兵 发配给新的军装和帽子 新发配的军装在发配之前 没有去量每一个人的身高体重 所以这些衣服 经常和每个人的身材有所不符 大家只要挑选 最接近自己身材的衣服来穿 其中有一名士兵 在挑选军装时候刚好不在 于是大家就给他留了一身 比自己大了好多的衣服 一天 一个军官来此查哨 看到这个士兵 衣服特别特别的大 帽子也大的 都快要把自己的眼睛给遮住了 于是军官就问 哎 你的衣服和帽子怎么这么大呢 他回答道 报告长官 不是我的衣服和帽子太大 是我的身体和头太小了 你的身体和头太小了 不是衣服和帽子太大了吗 军官这么问 士兵回答说 报告长官 我的母亲教导我 身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遇到任何的事情 都应该找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去找其他的问题 长官对于他的回答表示认同 多年后 这名士兵成为了美国最高的领袖 他就是艾森豪威尔 人生在世 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 凡事都找别人的毛病和问题 不仅不会很好的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抱怨中 真正优秀的人 都懂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不仅仅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智慧 每个人的身上有许多的缺点 不要一昧的指责 多用宽扣之心 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我们将心比心 这是做一个人最大的善良 生活中 少一点抱怨和指责 多一点自我的反省 人人都有缺点和不足 良人先良己 责人先问己 无论干什么 知道自己不足 才能避免犯错 看清自己的缺点 才能扬长避短 抱怨不仅给一个人带来烦恼和压力 还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 老师的座右铭是 静坐长诗几过 闲谈莫论人非 遇到事情 不要找别的借口 冷静下来 反省自身 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 才更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 知人者智 知己者明 人生的成败都是自己决定的 反思己身才能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从现在开始 用一颗自省的心来对待人间的纷扰 你的人生绝对会越来越美好 今天老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的视频 并且让你有所感触的话 希望你能够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Liu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